英国首相特拉斯上任不到两个月 就因为财政减税政策大师明星面临党内毕宫危机 根据英国《每日有报》报道 超过100名国会议员 有意在本周发动不信任投票逼迫特拉斯退位 承认错误但不愿退位 特拉斯强调会留任负责到底 但英国经济真的回得来吗 自从特拉斯上任之后宣布迷你预算案减税计划 打算取消45%的最高所得税税率之后 导致英邦狂扁市场混乱 就连美国总统拜登都发声指责这项政策 没有错英国已经做出判断了 就在外界批评是不断 更拖累英国经济之后 前外交大臣杭特紧急接任财政大臣一职 正在180度大弘弯 杭特表示政府已经不会再去执行政策 更表示未来可能会加税 但同时也警告不要试图罢免首相 只是杭特预计在31号宣布中期预算计划 英国政府能否重建经济可信 就要看这关键一战 东旋国中心中的报道